台南市林頂庫的理工新村 隨著政府實施貫傳改建 原本的祖父搬出去後 原本的貫社也有很多年來沒有人使用 為著外發這個空間 市府文化協議推動 醫工新村成為台南市第二的貫傳文化本庫 立正修學工程師來當頭 整個本庫有個在明年九月份來完工 為在林頂庫的理工貫存 現在已經沒有人住在裡面 房屋整體都已經熟悉嚴重 為這派遍當地的行為提案的四角 當時保留相關的立宿文化 市府文化叫現在 調校貫村文化文庫的方向來精修 二十九月後 古板檔透電禮 其中文明特也要請出市主席 既來這個文庫生活完成後 可以提供新的觀光兩點 當時讓更多人設在貫村文化 我們希望保留眷村文化 也希望眷村文化在台南的多元文化中間 扮演重要的一個地位 過去我們有水交社文化園區的設立 那我們現在二空文化園區 將來一定能夠把水交社文化園區 中間好的保留下來 而且更發揚光大 能夠將來在不僅在市民朋友們 我們當地的市民 以及來自外地 甚至外縣市的朋友們 來到二空就能了解到當年的文化 而且喜歡上眷村文化 那另外在文化節 就是眷村文化節的部分 我們也該開始積極籌設 整個修宣工程 所有的經費都是來自市府的優勝 未來將會搭著行為一個 都公共和電視空間 並保留過去貫村的荒謀 整個工程的預算大概是 四千兩百三十萬 那完全是由市府來編列預算 所以黃市長對於 建築文化的保存其實是非常支持 加上議員們大家也都大力的一個支持 所以在議會的協力之下 才能夠有充裕的經費 來做這一次的一個修復 那總工程的期間 大概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因為是老屋的一個翻修 所以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細節的部分 其實比新建的建路來得複雜 所以在整個工程的執行過程當中 還會不斷的去做檢討 那這一次的工程內容裡面 總共有十八棟 那這十八棟裡面 其實過去的格局不大 所以這一次會特別 把一些原有的眷村的這些 巷弄文化的文理 好好的把它保存下來 這段的修復工程 尤其在二空二三年的 九月分來完工 將來這個空間完成後 可以讓當地好好跟社區 重心來創聯 想為一個新的生活中央 電線過去的歷史 記者國保育林特區 蔡王伯德